三个盗贼打劫一名退伍老兵,结果却遭到对方反杀,最后只剩一人存活,本期利哥带了电影,屏住呼吸。 罗基、亚雷克斯和摩尼三人组成了一个盗窃小团伙,经常闯入别人家中盗取钱财,随后分赃,但是三人都不敢偷取现金,因为如果金额太大,可能会导致坐牢,不过总是小偷小盗,根本挣不了几个钱。 一天,三人锁定下一个目标,一名退伍老兵,终于老兵退伍后一直跟着女儿生活,直到一次车祸,夺走女儿的生命,最终老兵与肇事者达成和解,拿到高达30万美元的和解金。 如今,老兵独自居住在一栋破旧的房子,附近都无人居住,如果要入室抢劫,轻易就能得手。 本来,亚雷克斯并不同意入室盗窃的金额,如果超过一万,就会面临坐牢的风险,但因罗基想带着女儿去往加州开展新的生活, 而亚雷克斯刚好对他心生好感,于是三人达成共识,决定实施这一次抢劫。 三人先开车去蹲点,发现老兵不止独居,还是个瞎子,仅有一只小狗陪在身边。 摩尼顿时沾沾自喜,觉得这次肯定手到擒来。 晚上凌晨两点,罗基利用娇小的身材和矫健的身姿,成功潜入老兵家中,便将房子的侧门打开,让亚雷克斯和摩尼一起进入屋内。 为不发出声响,三人先是把鞋子脱掉,摩尼先来到老兵的房间,在房内散发迷烟。 随后,与亚雷克斯和罗基会合,一起寻找和解金所在的位置。 经过一番搜寻,三人聚集在一扇紧锁的门前,但摩尼用尽各种方法就是打不开。 于是他掏出枪支,打算使用枪支开走。 这个举动吓坏了亚雷克斯,因为太过危险。 亚雷克斯留下罗基和摩尼独自离开。 最终摩尼开枪,成功打开房门锁,但就在这时老兵突然现身。 他露出镇定的神色,听到摩尼的声音。 老兵丝毫不敢地害怕,反倒一步步向摩尼逼近,随后运用强有力的力量,还有灵敏的听力,成功将摩尼反杀。 原本洋洋得意的摩尼,瞬间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 这一幕被待在一旁的罗基看到,他吓得赶忙躲在另一个房间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 听到枪响后,本来一打算离开的亚历克斯又折返回来,一进门就迎面看到老兵,拿着枪支,气弱神闲地在屋子走动。 老兵锁好屋子的门窗,随后找到保险箱,确认钱还在里头。 而老兵开保险箱的过程,碰巧就被躲在一旁的罗基看到,罗基连密码都记得一清二楚。 通过手机短信,亚历克斯前来和罗基会合,打算离开屋子,临走前罗基拿走保险箱的钱财,总不能空手而归吧。 两人尽量不发出任何的声音,捏手捏脚地来到地下室,结果差点被一名女子吓死。 这名女子就是撞死老兵女儿的肇事者,原本是个富家女,现在却被老兵囚禁在地下室。 罗基和亚历克斯找到钥匙,带着他准备逃走,谁知一开地下室的门,就看见老兵拿着枪站在门外。 原来老兵在收拾摩尼尸体时,意外摸到罗基和亚历克斯的鞋子,得知屋内另有他人,随后还听见地下室的动静,于是事先到外埋伏。 门一开,老兵立马开枪,将亚历克斯射倒在地。 就在准备射杀罗基的时候,富家女不慎中枪,当场死亡。 而亚历克斯和罗基则赶忙躲到一旁。 老兵的双手触摸到富家女病冷的尸体,此时的他不断地嚎叫,随后拿起枪,以亚历克斯和罗基开始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 虽然老兵关掉灯光,让亚历克斯和罗基失去视线,但两人还是找到机会成功跑上楼。 但摆脱老兵后,老兵饲养的爱犬突然出现,他疯狂地追逐了亚历克斯和罗基,将两人逼到一间小房间。 没过多久,老兵也赶到现场,亚历克斯先让罗基从通风管道里逃走,自己留在房间,挡住老兵的追击。 纵使奋力抵抗亚历克斯的力气,依旧比不过退伍老兵,他先是跌出屋外,等苏醒后身体被老兵开枪射中。 亚历克斯跌倒在地上,但为了求生,他拿起房间的武器跟老人开展搏斗。 不过,即便拼尽全力,亚历克斯仍然是被打趴下了,就在罗基准备从通风管道逃走时, 老兵听闻动静,及时现身,把罗基抓回房子内,并用拳头将他打晕。 待罗基苏醒时,他已经被五花大绑,囚禁在地下室。 老兵坐在一旁,娓娓道来,原来车祸发生后,老兵绑架作为肇事者的富家女, 既然你夺走我的女儿,那你就帮我生一个,秉持这样的想法。 老兵让富家女怀孕,本来孩子就要出生了,却不料罗基一伙人入室抢劫。 既然富家女已经死了,老兵便决定让罗基来进行赔偿。 当他拿着粘稠的液体,准备注入罗基体内时, 亚历克斯从背后偷袭,将老兵砸倒在地。 罗基成功获救,两人用手铐将老兵靠在地下室, 随后上楼,准备从大门离开。 本来门都打开了,谁知老兵从后头出现, 用枪把亚历克斯射倒在地。 虽然罗基抓住机会,成功逃出屋外,但还是被老兵抓了回来。 最后罗基利用报警器的声响, 扰乱老兵的听觉,成功制服老兵。 自己则趁着警察来到之前,拿着钱财赶紧离开。 拿到钱财后,罗基带着女儿准备乘飞机离开加州。 再通过机场的电视, 罗基得知老兵被警察认定为正当防卫, 而亚历克斯和摩尼则白白丢了性命。 世上没有永恒的痛苦,只有挣脱不开的噩梦, 眼前所见,未必是真,每一天都面临着漫长的黑夜, 黑暗吞没白天的光亮, 一旦习以为常,声音声,惨叫声,惊恐声, 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,显得格外的悦耳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 我是丽哥,愿意做灯展,照亮你心。